熟悉 Pro Duo 的朋友应该知道 Pro Duo 通常在推出新车之前 并不会有什么间谍照或者测试者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而是直接这样悄无声息的就发布了它的新车然后迅速的开卖 所以很多人的印象就是 它并没有在马来西亚测试它们即将发售的新车 但是究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来看看 Pro Duo 到底有没有测试它们的新车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要说一说Pro Duo 的背景 Pro Duo 其中一个大股东就是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大发 而大发的这个背后的靠山也就是我们熟悉的Toyota 以这个刚刚推出的Activa为例 其实这台车就是三方 丰田、Pro Duo 和大发联合开发的一款车型 所以呢基本上这台车就是为了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而开发的新车 在这里要说一下题外话 Pro Duo 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的是设计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ctiva在很多的车身线条 车身的设计元素上面 都和这个第三代的My-V是非常相似的 这就是因为这款车是由Pro Duo 所设计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这一个说法的就是 其实第三代的Pro Duo My-V是由自己设计研发的车型 并不是铁牌制任何一款大发或者是丰田的车型 这就足以证明Pro Duo 在设计功底上是非常深厚的 而这个Rocky也好 Race也好 还是Activa都好 其实他们的设计主要都是由Pro Duo 所完成 这个也是为什么 Activa和My-V看起来那么相似的原因 另外一个能够证明Pro Duo 有深入参与这个项目开发的证据 就是我们的Activa其实和Race 还有Rocky车身尺码有很大的不一样 在马来西亚版本车长长了70mm 虽然说听起来只有70mm 但是这个70mm对于车身的这个空间表现 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再来一点就是Race也好还是Rocky都好 他们的尾门都是用一种复合材质 强化塑料所打造而成 所以他们的车身重量比较轻 而在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 所以Pro Duo将它换成了铁 这也是导致为什么Pro Duo Activa的重量会比起Race 还有这个Rocky更重的原因 回到正题 这辆车正是因为为了日本还有东南亚市场而开发 所以他们在设计的初期 已经针对了日本还有东南亚市场的 路况天气等等进行设计 所以在设计完成之后 它的原型车不需要经过太多重复的道路测试 就可以完成这些国家所要的需求 另外一点就是Pro Duo的RA1总部 其实内部拥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赛道 在这个赛道里面有模拟高速公路的路况 乡村地区的坑洞路面 积水爬坡等等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Pro Duo的车款在原型车出来之后 只需要在这个赛道内进行测试即可 并不需要拉队到这个实际的道路进行测试 当然 偶尔还是会有例外啦 像之前有一款神秘的Pro Duo新车 就在这个云顶进行测试 这个相信是因为Pro Duo更加深于的 参入了这个开发工程 所以这辆车才会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至于这辆车是什么车 我相信大家很快的就会知道 预计这款新车会在年尾或者明年年初就会发布啦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是东南亚专属车型的关系 这辆车的设计不需要因为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来进行太多的改良 如果你重新设计重新改良的话 测试就需要花一大段时间 在这里我们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冰月 在冰月变成Proton S50的这段过程其实是非常的长 因为原本的车型是左驾车型 而且它是一个国际车型 所以它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它必须进行很多的重新调校 包括了左换右 引擎的摆放位置 车身骨架的重新设计 悬吊的重新设计 还有引擎的耐用性测试等等 所以这导致了国际车型对比东南亚专属车型 他们的测试时间需要更长 而这也是Pro Duo的优势之一啦 他们并不需要进行那么繁复那么冗长的测试过程 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推出市场 所以实际上Pro Duo的车款并非没有在马来西亚的道路进行测试 而是测试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的内部赛道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补充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Activa上面的1.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在这款车刚刚发布的时候 原厂就有表示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成本非常的高 这个成本指的不仅仅是它的制造成本而已 还有原厂投资在改良生产线上面投资的资金 所以如果单靠Activa这个一款车型 那么Pro Duo很难的降低这个引擎的成本 还有收回他们投资的资金 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 会有很多的Pro Duo新车更改去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在之前原厂也已经确认未来的新车都会采用这一个引擎 那么就让我们来猜测一下 下一款采用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车款 会是哪一款车呢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未来Pro Duo的新车都会基于这个DNGA平台打造 而且Pro Duo也会更加深入的参与这个设计工作 所以在未来的Pro Duo车款上面 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多的马来西亚元素 大家觉得这个马来西亚元素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最实用的就是那一个 可以让我们掉DATA类的构置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马来西亚市场需要的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其实在这个汽车行业里面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讲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的很神奇对不对?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多做一下这种类型的影片 来揭露一下这个汽车行业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好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